当前,国内排超联赛正上演一场激烈的角逐,各大俱乐部纷纷引进外援,试图提升比赛水平,在中国女排的领导层,蔡斌执教的问题却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蔡斌执教中国女排已有两年,球队的表现并不理想,问题的根源在于球员培养和挖掘的不足。 主力阵容延续了狼平时期,新秀贤有机会在大赛中亮相。此外,缺乏合理的轮换制度导致主力球员频繁受伤,进一步削弱了球队的竞争力。 近两年,中国女排的成绩也并非让人满意,竟取得了一次世联赛亚军和一次杭州亚运会冠军。 在奥运预选赛中,球队更是遭遇惨败,无缘直通巴黎奥运。这一系列的失利引起了球迷们的强烈不满,呼吁对球队进行变革。 在球迷的呼声中,有部分人力图寻找新的教练,甚至呼吁蔡斌下课。 同时,球迷们普遍期望郎平回归,带领中国女排走出困境。 郎平作为中国女排曾经的功勋主帅,提出了大国家队计划,致力于培养后备力量。 在执教期间,多次带领球队夺得世界杯和奥运会冠军。 尽管郎平在东京奥运后,宣布卸任主教练职务,回到美国享受退休生活。 但最近的消息显示,他依然关注排球事业,指导球员训练,为排球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 这引发了球迷们更加期待郎平能够回归,挽救中国女排的颓势。 蔡斌备战巴黎奥运的大概率,意味着他将继续执教球队参加比赛。 如果在奥运赛场上,中国女排依然表现不佳,蔡斌很可能面临下课的压力。 这也成为中国女排目前最为敏感和关键的问题之一。 中国女排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,需要在团队管理和教练层面进行深刻的变革。 虽然球迷们普遍期望着郎平的回归,但我们也要考虑到她目前的退休状态,是否愿意再次担任主教练的问题。 或许,我们需要在候选人中寻找更加适合的教练,注重培养新秀,打破现有固有的阵容模式,为中国女排带来新的活力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我们也要认识到体育竞技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,需要长期积累和耐心,无论是郎平还是蔡斌,都为中国女排付出了努力和汗水。 或许,变革并非一定要选择极端的手段,而是在细微处寻找改进的空间,不断完善球队的整体建设。 在接下来的巴黎奥运之旅中,我们期待中国女排能够迎来一次华丽的逆袭,用实际成绩回应球迷们的期待。 不论是谁担任主教练,都需要在培养新人,制定科学轮换制度等方面有所突破。 唯有如此,中国女排才能在世界排球舞台上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实力,成为中国体育的骄傲。